一般呢 我们的想法 老人家偏保守 哎呀 做事情 反正呢 就不要太冲 尤其呢 是风险比较大的股票投资 年轻人呢 关他的 敢冲敢杀 买一些机器型的股票投资 这样子是我们的想法 但错呀 玉堂请上来 这个是中金院 跟富邦投信的调查报告 没想到年龄层 二十五岁到六十五岁哦 六十五岁以上哦 投资股票的比重 百分之六十点三 四十五岁到五十四岁 投资股票的比重 百分之四十八点二 你知道这什么概念吗 一百万拿六十几万 去投资股票 是六十五岁以上的人 但是年轻的呢 二十五到三十四岁 一百万只拿三十九万 去投资股票 十万只拿三万九 不到四万去投资股票 所以咯 这就有点偏保守 我的意思是老人家 为什么比较积极 年轻的为什么比较偏保守 没有错 这个跟我们一般的想法 甚至跟国际的一些数据调查 完全背道而驰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背景 第一个 他调查的时间是在去年 那时候三月二十三到四月八号 还记得那时候就是 COVID-19影响全球股市 最严重的那段时间 因为当时疫情笼罩全球 台股市跌破万跌 那个时间的调查 那为什么说六十五岁的一个长者 操作的比例最高 刚才谈到了 有六十趴 然后五五到六四有五十三趴 刚才谈到跟国际的调查 甚至我们既有的观念 风险偏好 原则上应该是年龄越大的人越保守 买再多一点点 只是少一点点 好 这就很特别 台北股市的这个散户股民的结构 我觉得不太不太一样 因为你去想 刚才谈到这些年长者 可能五十五到六十五岁以上的 他们在年轻的时候 你再回想 大概可能二三十年 那时候是台湾七零年代 台股充万点 经济环境大好的时候 台湾经营砍博的时候 对 他们经历过那段时间 第一个 他们喜欢是什么 高报酬的商品 你说你叫他去买债券 那赚那一两趴 那他们不太爱 有道理 对 那第二个就是 他们操作股市的 这个所谓的经验值也够了 然后第三点 也就是1039312682 哎呀我都看过 连3415都看过 那跌破万点之后 当然全市场都很害怕 你再去看 这些所谓的年长者 因为他们又是前线 百分百的忠实观众 没错 当时候节目上都告诉各位 要什么危机入市 对 所以他们很聪明 所以他们在那个时候 统计的调查时间点 哇他们对我看前线百分百 也有听很多专家的建议 我好喜欢你继续 对 所以因为那个时候 他们会更有意愿 在那个时候 把资金投入股市 因为那时候我们谈到 那个时候是COVID-19的影响 并不是所谓像金融风暴 那个时候造成的环境是不一样 我们休息一下这段时间好不好 对对 你看一下 去年的3月23到 3月底4月初 对 你看 去年 对 3月底 所以那些年长者 很多都买在8523 跟您报告 8523涨到现在万五万六 也涨了两倍了吧 快两倍 8000到万六 对那你去想 为什么年轻人不敢买 年轻人 因为他没什么经验子 他一定是看新闻 看国际面做股票 那时候全打开电视 都是COVID-19影响那么严重 他们不敢买股票 但是你刚刚谈到 那一群年长者 对 经历过大风大浪了 他看到这个叫什么 叫机会 对啊 好不容易我等到8523 而且我告诉你 现在还在股市 活存着的 我说的是呢 没有白料料 没有 还有钱的 还有赚到钱的 都很厉害 都已经变成专家 对 所以说他们敢危机入市 所以愿意敢拿更多的资金 在股市操作 那我问你哦 这波的调查 如果是在这段时间 年长者 他敢这边买股票 年长者的此刻 应该是大赚钱的 绝对大赚 恭喜 恭喜老爷 贺喜老爷 继续 好 OK 所以我们知道 台湾的一个结构不一样 所以年长者 他们是更喜欢去追逐 这种所谓 比较积极型的股市 对 还有一点 年轻的 我冒昧问一下 年轻的会不会 因为财富累积的也不多 然后刚成家立业 所以人家说成家就不够 他怎么可能会有额外的 更多闲钱去投资股票 对 当然这也是影响的原因 财富累积还不够 所以赶快来看第二页 年长者积极买股 年轻的保守买股 就假设这个是成立的话 那么您的选股操作重点 好 如果积极型的 第一个选股三重点 你一定要挑产业 它是处于成长阶段的 第二个 营收获利 在未来的展望性是乐观的 再来 你要再挑选 因为现在这个环境 我会建议 你在这个两个条件当中 去选本益比比较偏低 补涨空间大的个股 所以三大条件 如果是年长者积极型的 三条件的选股是end end 不是over 对end 我告诉你越严格越好 因为你不能太冒风险 没有错 太好了 那操作策略第一个 因为你比较积极 你可以把持股集中在 你比较感兴趣 你认同看好的 好 那第二个 短线跟波段 还可以并行 并行 对对对 因为你比较积极 你可以做一些隔日冲 或者短线的一些当冲 然后加上波段 做一个可能资金的比重 一半一半去这样分配 所以如果第二个年长者 比如说四十几岁的 我现在大盘走多头行情 可在多头行情过程当中 刚据你不是说吗 偶尔急涨过后会震荡 震荡盘 你就做短线 对对对 波段行情 你就做波段 对因为你更积极 你更有经验 你可以更灵活 对啊 因为有经验 他们都会的 对对 那当然我觉得有小部分的资金 不要拿太多 因为你是很积极的 因为行情很好 你可以买一些权证 今天百分百都有交过 各位一些权证的操作 或者一些个股期货 那如果说你看得更准确的话 你的报酬率可以做得更好 那玉堂啊 你就不了解年长者了 年长者啊 中高龄的不太懂权证 要学啊 看百分百学啊 年轻的才懂权证 骑户还勉强懂 上次那个零中交骑户 就后来还有一些人说 还是有点难不太懂 所以呢 好了 这个学了 但是我觉得 小资金 但主要还是这几个 所以年长者如果第三个难了一点 我一跟二就好了 对没有错 好 选股三方向 年长者哦 操作两策略 好年轻的来 年轻保守的嘛 你害怕的 第一个 挑谁产业的龙头股做指标 挑龙头 因为你保守嘛 我挑这个产业的龙头 我就不害怕啊 挑那个 to beat to fail 大到不能倒 对 那你就不用怕 那因为能够稳定配期的公司 因为你是比较保守的 当然是挑能够 尽量每年都会配发股期的 那当然就是位阶 你就挑长线 在低基期的个股 又更安全 我跟你讲啊 玉堂果然是厉害 你知道吗 根据统计资料 在去年十月 那时候可以开放 零股交易之后 你知道吗 小资族买零股 第一名是2330台积电 台积电吻合龙头 吻合稳定配期 但是这个不吻合 那怎么办呢 没关系 等一下我们会举例说明 对 好来 操作 那操作的策略就是 你要分散 因为你比较保守 不要太集中 可能可以多挑几档 个股分散布区 那你可以用定期定额的买进 因为你是比较小资族 又保守的话 以长线布局为主 所以零股定期定额 我买台积电 或买其他的也可以 对对对对 可以 每个月的六号扣 三千三千 对对 薪水进来了 你就去扣款 去买股 我跟你讲 基小成大 对 基小成多 你不要小看 到最后突然间 来这么钱就来了 对 那最后要记得 你是保守的 你千万不要用融资买股票 不可以 对对对 那你就是用现股 这样去买 会比较好 就好像台语有记 驴语是这么说的 来 没有那个屁股 就不要吃那个戏药 真的真的 观众朋友 说实在的 要靠自己有多少本事 这样做多少事 没有错 这是非常重要的 好 现在高龄族的 积极型的 还有年轻的保守型的 这个选股方向 操作策略都知道 开始帮您操作教学了 我们实际运用了 教一下 那比较积极型的 我大概从三个产业 带各位去挑 第一个是这个人保旗下的 这个2312的金保 因为他主要是做这个马斯克旗下 SpaceX 我们之前都教过各位 低轨道卫星的主要代工厂 所以产业前景是乐观 没有问题 那今年EPS 预估是一块到一块二 所以他目前股价 十二块九来看 本益比大概十倍 茂妹问您一下 因为有人在讲说 在5G全球铺行的今年 低轨卫星 将会形成了重要产业 你认同 我认同 而且今天最新的新闻 英国的政府也通过了 SpaceX的 在英国去做一个这个推广 低轨卫星 对 过去在美国 像到英国了 那操作策略 等一下我们再从技术面去看 操作策略待会再看 三阳 三阳 因为第一个 它是现代汽车 在台湾组装跟销售的伙伴 还记得在上礼拜传出来 这个现代汽车跟苹果 要去做合作 对 然后现代汽车的股价 这两天涨了三十 那三阳 它身为它过去的一个主要的 生产跟销售伙伴 所以它有机会吃到 Apple Car的商机 所以今年预估EPS 大约是三块到三块五 本益比也不高 我插播一下 那个现代汽车 现代汽车的股价成熟大涨 对 这是上礼拜五 天啊 如果加上今天的话 今天又再涨了 大概盘中涨了十% 所以 两天涨了三十% Apple Car要跟这个 现代汽车合作 回到刚刚的次卡咯 我们这边就有办法 进阶受惠了 对 没有错 再来 那最后一个是亚力 因为它是台积电 晶元设备厂 主要做UPS 不断电系统 那今年预估 大概是一块八到两块三 所以本益比 大概也是十二十三倍 都还不算高 OK OK 这三档呢 是跟瑞涵一样 四十五岁以上的 高龄族积极型的 来 开始扫了 好 我们看技术面 其实这个月线 是属于长线底部 然后我们刚刚谈到 长期底部爆大量 那代表这是攻击量 所以运势上 我觉得补涨的空间 而且吃到这个 SpaceX的订单 所以比较具备 所谓的一个想象空间 日K来一下 我看如果真的要买 要怎么买 因为上日K 我刚刚有谈到 拉回五日均线 十日均线 这个附近 这边啦 这边就可以买了 正乖离太大不要追了 对 先不要追 我们看外资 因为原则上会选择 他也是外资 最近也是连续十天的转买 三档标的 下面都秀一下外资 第二档来 第二档我们来看 三洋 三洋的部分也是 你看外资过去 其实十二月以来 买了一个多月 但是你看他的股价 其实还算都在处于 这个均线纠结处整理 所以罕见外资买跨年的 对 而且均线 有一点点纠结向上发散的味道 纠麻瓜往上开刮 这有点小小上升轨道 对 第三档 那雅力的一个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外资 琢磨度是没有这么多 不过原则上 还是比较偏多 而且他在去年创高之后 大概休息整理了 快三个多月 而且您看 下降轨道线 今天突破了 所以请问 锦线今天也过了 这个叫锦线 所以这个底型出来了吗 出来了 而且我在操作面 你谈到是突破季线的话 它是一个更明确的转强群号 好 过季线 季线大概27块16 会更好 来 这个积极型的 那以前玉堂不会讲这个给老人家 像老人家这叫积极型 对 因为以前都是给年轻人的 现在年长者积极型 好 小资组保守型来 好 那第一个产业龙头 那当然我先挑的是 这个2317的鸿海 那因为刚好鸿海在 今年最看好的一个领域 就是电动车 所以说毛利率看深 外资给它调升平等 所以我觉得它是OK的 第二个我挑的是国泰金 因为金融产业 它是相对是最安全稳健的 那既然你害怕保守 金融股是你一定持股当中要有的一个 那最后我挑的是这个中钢 钢铁的龙头厂 因为原物料今年相当不错 那钢市公补应求的状况 今年应该都还有 这个龙井都还有机会持续 小资组 瑞涵姐姐跟您说 国泰金刚看过了 我们就不看了 2317-2002 好 我们来看 鸿海的部分 原则上我觉得它会有机会 在这个地方做整理 回测五日线 甚至十日线公角上来 这个时候再去买 我觉得会比较好 所以如果五日线有仓 下雨线大家去把它买起来 持续建造 它应该还有续航力 好 中钢 中钢的一个部分 其实相当漂亮 当然外资都还在买 那我觉得第一个 你可以看到过去 其实都有机会回测到十日线 我觉得我会建议投资人 等到测十日线 你再去买会是更好的 谢谢玉堂 感谢您了 终于知道 为什么老人家 反而更加的积极买股票呢 占比比年轻人大很多 原来跟他的统计时间点 有关系 朱金元的研究报告 当时在8523 年轻人吓得要死了 疫情那么严重 就在想说不要出门了 老人家没有在害怕的 8523因为所有的 古海风风雨雨 全都看过了 因此恭喜年长者 这一波几乎都是大赚钱的 所以积极的年长者 您的选股重点三个 都要并成最好 操作策略 这两个跟您这分享 保守的小资组 三大选股重点策略三个 千万不要借钱买股票的融资 不要哦 选股这些的 给您做一下掌握了 这个小资组 鸿海 中钢 国泰金是不错的 但积极型的年长者 像包括了金宝 三杨 亚力 未来市很够 而且产业确实是向上的 这样子就吻合您想要的积极 而且刚刚预堂有说 年长者的积极 也可以做破断 或者是短线上的进出 如果专业度或者技巧 比较厉害的 以上结论 没有错 谢谢您进广告 回到香港之后下一个大主题 这个放眼国际 我看到油价涨起来了 插播一下吧 油的两大市场涨到了50块钱 告诉您哦 涨超过50块钱不是重点 有人说会来到了六啦七字头 有可能吗 理由很简单 砂锅进行减产 所以油价涨起来了 但原来是因为美国愚弄了砂锅 爆出了阴谋论 怎么回事 一 为什么阴谋论 第二个 那么油价今年怎么看 三 听说油价可以掌握到 2021的今年 全球经济复苏的力道 强或不强 梦道带来的前线第二个独家